一起来听一下这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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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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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到这前面 来 这边 来 看样子就是老粉丝了 是不是 现在直接开始表白了 来吧 来吧 给你机会 这样可以正面地看着它 等一下嘛 以后要动嘛 站定嘛 好不好 来 就是我是 很早以前 就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就知道它 但是呢 后来没怎么听 因为 也没怎么喜欢音乐 自从有一次 然后 因为我的男朋友嘛 然后在林剑云很远很远 然后呢 我的机场 然后听着一首叫西海情歌 那个 蔚蓝书店里面唱出来 我就好感人哦 然后我就买下了这个碟子 回家一听 然后 歌词学很好 再去那个百度一搜 刀龙写的 刀龙唱的 哎 我就从那天开始 我就深深爱上了它 嗯 今天第一次看到你 我有一只激动 然后呢 能这么近距离地看着你 我 我真的 太高兴了 嗯 祝你全家身体好 然后 祝你身体健康 哇 很温暖的一段话 谢谢 哎 刚才 哎 来 先抱一个再说 我抱一个 啊 刚才他说到一首歌叫西海情歌 我觉得要 就是这么打动你 然后又跟你男朋友 你不要再走了 宝贝 来 你这么打动你的一首歌曲 要不在现场给你一个机会唱两句 要不我们一起合唱要不 好不好 还记得你答应过我 不会让我当你全不见 可爱再难以寻信 也回不到我们的从前 哇 大哥唱六歌 我就想跟大大哥说两个字 整直 来 谢谢 来 接下来呢 这个我们要记住 刚刚法国朋友的唱的那首情人 和刚刚他唱的这个 2002年的第一场曲 感觉怎么样 如果支持我们的法国朋友的 请举 红牌 支持我们这位妹妹的请举 绿牌 想好哦 想好 好不好 想了吗 来 3 2 1 取牌 应该是11比9 11比9 那就优胜者就是 啊 看了这么大 谢谢 那就要 恭喜我们的阿姆就淘汰了 有一些 普通人喜欢模仿你的歌 还有很多名人也喜欢模仿你的歌 是的 那一天 这世界是多么美丽 这首歌 很旷的气息 啊 啊 这首歌 他唱的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第一次看到 呃 这个是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 感觉怎么样 哎 他其实现场唱得更好 哦 对 你这发现没有 他还是自己拿这个手机 或者是那个录像机 自己拍的 对对 他是好像是 我看好像是摄像头这样 是的 是的 那除了他呢 其实说到您跟这个谭永林大哥 也有很多的合作 他也曾经模仿过你 校长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要澄清一下 因为 嗯 呃 是我给他写过一首歌 是 对 叫做《披着羊披着狼》 是 实际上这个歌呢 是因为他朝我邀歌 他说哎 爸爸有时间帮我写一首歌 因为校长呢 是我的偶像 对 我从小就很喜欢他 然后呢 他上了一句说 我觉得哎呦 这个非常好啊 就是 给我圆了一个 给我的一个 圆梦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写了这么一首歌 四川刀迷会落幕 重庆刀迷会再起 小沈阳首度回应 为何不唱罗沙海誓 1月16日消息 昨日晚 重庆刀迷2024年 新春团拜会正式开启 这也是基斯川刀迷会落幕后 全国开启的第二场 属于刀迷的聚会 狂欢现场 粉丝都尤为热情 除此之外 小沈阳首度回应 为何不唱罗沙海誓 唱不好 因为我本身 我是唱二银转的嘛 就是那个 一唱这个 就是马上就拐到二银转上 一顺手 就就就到二银转上 哈哈 怪呢 我试过 我跟刀哥还数过这次 哎哈哈 到时候 我好好学学 海外刀迷 祝福刀朗老师 新春和家健康开心 所以我们在家健康开心 好 好 ワ Zw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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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